好,我们接着我们第五章 导号光的那个场景文件继续往下做 如果你这个场景还没有打好的话 你可以到咱们的置顶区评论里面 去下载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 叫第六章第一节从这里开始 然后你打开就是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样子 当然自己做也可以 就是练练手 但是你一偷下篮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抓到那些最重要的部分就行 就学习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太老实 你更不要自我感动 除非像建模雕刻这种需要练习的手艺 其他的我觉得你尽量不要做太多重复劳动 好,我们先切换到这个渲染预览模式 如果你电脑太卡的话 你就切换到这个中间的这个试图预览 好,我们场景一其实已经搭好了 我们接下来做场景二 场景二时候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场景二我们需要哪些书页 好,我们把这个场景一给隐藏掉 你看这样搭好包子 文件管理都方便 好,这个其他书页的这个文件家里面 已经有一些书页了 但是他还缺什么郁金箱 还有我们之前做的那个 柜位族啊,棕榈树啊这些 我把它找到 然后把它裸到咱们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我们先到场景一这个文件夹里面 找到那个郁金箱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找到一颗郁金箱 然后Ctrl-C 然后再选择这个其他书页这个文件包 Ctrl-V 你看这个郁金箱就进了这个文件包了 好,大家还有去评论区制定里面 下载另外一个文件 就是这个第五章有一个模型自产new 然后你把它打开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书页 我们还没有把它贴上来 你直接选择这个书页 然后Ctrl-C 然后呢到你这个场景文件里面 选中这个其他书页这个文件夹 然后Ctrl-V 然后你这个东西就粘进来了 我们还缺一个柜位族和一个棕榈树页 也是我们之前做好了 也不要浪费 为了让咱们场景二更加丰富一点 最好多种书页嘛 好,把这个其他书页这个文件包呢 拉到咱们这个场景二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我们找到那个柜位族 然后选中一片书页 然后C Ctrl-C 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个其他书页这个文件夹 选中它 然后Ctrl-V 然后就把这个棕榈树页 粘到这个其他书页里面去了 它会自带一个像这样的空物体 我把这个空物体给删掉 这个规备柱是弯的 我们可以把它这两个修改器的 这两个简易芯片修改器的这个值改成0 好,等会我们做那个场景的时候很方便一点 好,我们还缺一个棕榈树 把棕榈树的书页找到 直接选择一个 然后复制一个 可以粘到咱们这个其他这个书页的文件夹里面 好,Ctrl-V 它就到这边来了 这个棕榈树页也是有一点弯的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呃,型面修改器全部改成0 等会我们再摆的时候方便一点 点一下AltG 它会自动回到咱们这个世界坐标的这个中心 好,这个搭建场景2这些书页呢 我们全部都整理好了 我们给它改一个名字 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的场景的书页呢 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是因为等会我们要给这些书页加动画 如果你不把它分开的话 等会你会发现你在场景2加了动画的书页 你一不小心复制到场景1上去的话 你会发现在显示场景1的内容的时候 你的书页在乱飞 就大家要尽量养好一个就是整理文件的一个习惯啊 它会大大的提高你的效率 好,我们开始正式搭建场景2的场景 这边有两颗小书页 这两个我们不要了好 我们把它给隐藏掉 好,我们准备要在场景2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 把整个环境给盖住 大家可以去附件里面去找到这个参考图 我们就是要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为了方便等会操作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environment 就是那些灯光摄像机的这个这个这个文件夹呢 让它不可选 点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就怎么选 选择到这个背景和这个地面了 好,我们切换到7顶时图 然后我们新建一张参考图 好,我们shiftA新建一张参考图 好,这边有个插件我忘记打开了哈 就是大家到那个插件里面 把这个图像转平面给打开 你找到插件 然后在这边输入平面 把这个导入图像为平面构选上 好,这个时候呢 你在shiftA的话 你会找到这样一个选项 图像为平面 然后你找到那张参考图 好,导入图像为平面 这样的话它就会给你导入进来了 好,这种方式导入进来的一张图片呢 它不是一张图片 它是一张平面的模型 是可以编辑的 你按时把它放大 然后呢,你把这个平面呢 挪一下位置 让它正好挡住咱们这个摄像机 咱们左边这个位置呢 就好像就是摄像机的视图 你就把它挡住就好了 好,挡住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开始摆模型了 好,我们框选出这些所有模型 就是咱们这个场景2的所有模型 我把它挪到咱们这个平面的前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些树叶呢 去摆这个场景呢 你未必需要按照这个参考图的样式去摆哈 只要摆的好看就行了 我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方便的去操作 才给你搞了这样一个参考图 当时设计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是没有参考图的 我也是按照自己想法乱摆的 好,你就是这样 就是选择一个树叶 然后如果不够的话 你就shiftd复制一个 好,像这样去一个个摆 好,这些树叶其实都是有修改器的哈 你可以通过改改变这个简易形面修改器的这个数值 去改变这些树叶弯曲的这个方向 这些树叶的建模方法 还有这些简易修改器啊 这些用法 咱们在那个建模片都讲过哈 可能有两款树叶 你看的是新的 但是用的那个建模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哈 如果你非要想看看是怎么建的话 你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弹幕可能会更快一点 弹幕告诉我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的那个附件里面 录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建模的一个小教程 你可以自己下载去看 好,你可以切换到其顶时图去挪这些修业的这个前后位置 这个有个问题哈 你就切换到顶时图的时候 你看不到咱们那个参考图的那个具体的位置了哈 你可以选中这个参考图 然后tap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E给它挤出一个后度出来 然后我们tap推出 然后你得到一个这样立方T的一个参考图哈 好,我们继续来把这个场景的位置 如果你没有这个小箭头就是一个坐标系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里面 然后把这个移动这个构选上 你就能看到这个坐标了 如果你实在觉得咱们这个参考图有点碍眼的话 你可以打开它这个桌色机编辑器 然后你找到它这个节点 把这个alpha线去掉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alpha这个不透明度调低一点 然后这样它就不那么碍眼了嘛 好,这个后面我就开始加速了哈 就是反正就是按照这些这个造型来摆这个场景 好,为了更加方便观察下 我在这边新建了一个立方体 我把它捏成了一个长方形的一道墙的样子 然后代替咱们这个参考图哈 让它放在后面 这样好处就是我可以看到这个秀业 有没有完全把后面这个场景给盖住 好,这一块部分呢 我就直接加速了哈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反正就是摆 摆完之后你改改颜色呀 然后换换角度呀 反正就把后面这个白板给它盖住 好,这个场景搭建的差不多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后面这个白板这个立方体给删掉 然后你把这个场景一和这个灯光的这个 你玩们这个包呢都把它显示出来 好,我们切换到那个渲染预览方式 这个是明显是有一点暗的哈 所以我们要调一下它前面这两盏灯光 好,这个场景里面我们照着这个场景二的这两盏灯 这两盏灯哈 两盏聚光灯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切换到它这个灯光的这个属性里面 你看一下它现在是一万瓦 我可以把这个半径稍微调的呃大一点 但是好像也不起作用 靠近一点不起作用哈 这个因为它这个光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蓝色 我们把这个蓝色稍微改淡一点 我把这个蓝色改成一个明度比较高一点的一个前蓝 右边的这个灯也是一样哈 我把它的那个蓝色稍微改的明度高一点的一个淡淡的蓝色就好了 好,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来稍微调一下这两盏灯的这个尺寸哈 让它稍微呃扩散一点 影子不要那么硬 好,调差不多之后呢 你可以F12渲染看一下 好,颜色应该是差不多了 唯一的不好就是这边有个树挡住了 好像正好卡在这个叶子上面 好,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些树叶的位置哈 我们鼠标选中这个其他树叶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右键选择物体 这样你就所有的树叶都选中了嘛 然后你把它记 然后往这个前面移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绿色的这个箭头哈 把它按WIDE放上去移就好了 移动到不要让这个树挡住 也不要让这个草挡住 往前移之后呢,这个比例就不对了哈 所以你S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灯光这个角度 把它旋转一下 好,尽量不要去动那个摄像机的位置哈 这样动摄像机位置后 你所有东西要重新调 好,我们在最后做一点点那个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然后这个场景我们就搭好了 好,这个搭场景的过程我是加速了哈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去讲太多的时间 如果你实在不想搭这个场景呢 我也给你准备好了这个场景 你可以到附件里面去 有一个附件叫不想搭场景的话 你就用这个 好,你打开这个文件呢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开始做动画吧 我们把这个场景一给隐藏掉 然后我们开始给这些书页加一个像这样散开的一个动画 好,这个思路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你先选好这些书页 给它所有书页现在的位置打个关键帧 然后再把它拨开 然后给它第二个位置打个关键帧 但是呢我不想一个书页一个书页这样去打哈 我要把它分个组 我要给它分成上下左右四个大组 然后这样的话我比较好控制一点 以后调整也好调整一点 然后你关键帧也不会太多 好,我们Shift A 可以新建一个球形的空物体 好,新建文件呢 它会默认建在你这个游标的这个位置 我把它给它拿出来 我刚才新建的时候 应该是不小心点到这个灯光的文件下下了 所以它给它建到灯光这个组里面去了哈 我现在把它挪出来 你可以快捷键M移动到这个场景2 好,把这个空物体呢 挪到咱们这个秀业的这个左边 我把它往这边挪 好,确定好这边的位置之后呢 我们给它改个名字 改成一个左 好,我们Shift D再复制一个 给它放到右边 然后改一下名字右 然后我们再Shift D 上面复制一个 下面复制一个 然后把它名字都改好 上下左右哈 我们有四个空物体了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着Shift 选中那些你想让它往左跑的这些物体 然后最后呢 在Shift选中咱们这个 左边的这个空力球 作为负极Ctrl P 作为负极目标物体 好,这个时候你再移动这个球 你看这四片叶子 你就会跟着这个球走了 同理 我们把上面这些 你想让它往上飞的这些树叶呢 你按着Shift把它选中之后呢 然后最后再选中咱们那个上的这个球 然后让它作为这些物体的负极Ctrl P 好,社会负极目标物体 好,这样上面叶子也规划好了 好,右边也是一样 好,我们选中想让它往右边走的这些树叶 按着Shift 然后最后再选中这个 右边的这个空物体球体Ctrl P 社会负极物体 还有这两朵抗乱性 我想让它往右边走 选中按着Shift选中这两朵抗乱性 然后最后选中这个球体Ctrl P 社会负极 好,这样的话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选中下面的这些树叶 然后最后选中这个球体Ctrl P 社会负极 好,这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这些树叶哪些树叶还没有主人 所以呢,我可以这样 把这些树叶全部按着Shift选中之后呢 你把它挪出来 挪到一个文件夹之后呢 那这样的话 就是当你的主集 副集跟子集在一个文件夹的时候 就是子集全部都会藏在副集下面 然后你看这边没有被选中的这些呢 它就是还是没有主人的这些树叶啊 所以我们Shift选中这些 比如说这个树叶它就没有主人 你可以选中下面这个球 然后Ctrl P 那它就藏到这个下面去了 然后这个树叶呢 你可以选中咱们这个右边这个球 让它往右边走 然后Ctrl P 稍微复集 你看它就藏在右边这个主人下面了 然后呢,这边下面这个呢 自然是下面 Ctrl P 稍微复集 好,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剩下的几个树叶呢 全部找到主人 好,就是在Blender里面 如果你的副子集在一个文件夹下面的话 你是只能看到这个复集哈 除非你把它展开 好,这些花花草草分好组织后呢 我们开始给这四个空物体打关键针 好,我们把这个窗口跟这个窗口 像这样拉一下合并 然后把这个实验车往上拉一点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选中 按下Shift 选中这四个空物体 给它打关键针 我们现在第一针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你按下I 然后点下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给它四个球呢 在这个第一针的位置上打了这样一个关键针 然后我们给它挪到大概20针的样子吧 好,我们在20针这个位置上再按一下I 给它打个位置关键针 其实咱们只要给这个20针打个关键针就好了 代表20针之前这个数据的位置 是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 好,我们把这个汇总展开 你看到没有 这样上下左右四个空物体呢 都有一个关键针了 就代表0到20之间呢 它的这个位置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 20针之后呢 我让它慢慢散开 好,我们把这个关键针挪到第50针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拨动这四个空物体 又把这些树叶呢 往这四边推 知道这些树叶呢 全部离开了咱们这个镜头的视线啊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按着shift 选中这四个空物体 然后按一下I 记录一下它的位置 好,我们回到第一针 我们可以按着空格键 然后预览看一下哈 它是这样的一个展开的效果 现在这个效果是比较死板的哈 我们还需要一些细节 然后因为它是四块整个洞的 所以看起来非常假 我们需要每个树叶呢 稍微有一些转动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棕榈树的树叶 然后让它大概在第15帧的样子 然后让它开始 比我们整体是从20帧左右开始动的嘛 你可以让这个树叶在15帧开始动 我们可以调动它这个 简易形变修改器的这个角度 让它像这样转一下 好,我们在15帧的时候呢 让它这个角度 我们给它设为30吧 然后呢,我们给它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把这个时间线往前稍微裸一点 然后稍微改一下这个简易形变的角度 让它稍微小一点 然后再给它打个关键帧 好,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 好,我们用图像方法 我们选择这个树叶哈 我们给它在十几天的时候呢 给它打个关键帧 然后呢,给它往前走一下 然后再给它角度变一下 让这个树叶往上弯一下 然后打个关键帧 这个树叶往哪个方向弯 完全看你自己的意志哈 比如说你觉得这两个树叶相当弯的这个频率 有点太一致的话 你可以选中这个树叶的这两个关键帧 你把它稍微的这两个关键帧稍微裸开一点 让它跟之前的那个修叶有一个这样一个错落的一个差别吧 这样看就会更自然一点 好,同样方法 我给这个修叶也是一样哈 给它打两个关键帧 让它绕着这样的一个角度 像这样弯 然后给它速度调一下 但这个规备主 我不想让它用这个修改器了 我就按着位置吧 我给它在这个位置给打个关键帧 然后27帧的时候呢 我把它往这个斜上方去挪 让它们往这个方向抽离 然后再给它i打个关键帧 位置 好,这个时候你播放 你会看到这个修叶是从这边抽过去的 我们稍微抽的有点太快了 我稍微移动一下它这个关键帧的这个距离 好,后面的部分呢 我就加速了 反正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么给这个修叶的位置加关键帧 要么你就给它这个修改器的这个简易形变的角度加关键帧 让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弯曲的这样一个小的变化 就尽可能的让这些修叶 也不是所有修叶 尽可能让这些多给一些修叶加这种小的动画 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本身 它有一个四个往四个方向走的这样大的动画 还有这种小的修叶这种凑陋的这种变化 这样会让你的这个修叶展开了这样的一个动画 看起来更加自然一点 好的,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现在的样子 对,好,你看这样就自然很多了 其实你还可以做的更新 让这些花也动起来 让更多的小东西都动起来 反正动动越多 你这个东西就会越自然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适合而止就可以了 那好,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咱们这个展开的动画呢 就已经做好了 下节课呢我们开始做飞舞的蝴蝶 那我们下段课再见 Cut Tips 很有祇 sticks 最近做了 meetings 也不有同 疑传 분들